大家看來 我大膽的認為 應該是差不多五五波 五五波 就是說 有拚有拚 但是 這個中西部跟聯合部的民調 馬上漲八個百分點 他說馬營看好度 增十個百分點 你再看看 聯合部 馬燒說五十% 他兩倍多一點 我這樣馬營救 現在很好選 其實我們內部都有 我們都在做民調 看到他這樣報道 他不會說我心裡很高興 有點像兩千年的選舉 兩千年的選舉 聯戰是單獨選 民調多幾個都說他會贏 連李政會李總統也說 我看起來都會贏 我覺得當現在的氣氛 國民黨跟那時候很像 一切歌功頌的 事實上我覺得民調是嚴肅的 我想徐老師就知道 其實民調其實不了準 我們每次在做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穩定度 民進黨他表態確實低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至少十五%以來 其實都是白手的 我們跟馬營九 其實都一直保持在這樣的距離 馬營九差不多30% 我們20% 差不多10%左右 這樣 可是聯合部跟中國社會變 那個大道 有點像驚濤海浪這樣 我看那個很妙 就像那個王金平那時候 馬營九都要跟王金平招手 那不是說 什麼喝酒 那個獻醜的事件 那時候 坦白說 我們做的民調裡面 馬王沛其實是很厲害 坦白說 如果真的是馬王沛的話 我們壓力相當大 是 但那時候做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聯合部好像是要給那個 施壓 說你王彬金不快 跟馬營金不配 我看最記得 中國時報做 我們差到九個百分點 但是做一個過頭之後 差別之後有很多人說 如果只有九個百分點 這個時候 馬營金就輸了 阿彬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有一次我問他說 總統你看看很危險 那時候要拚連任 我說你民調你就輸了那麼多 這樣 他說 他說要民調 2000年 我的民調最少 他民調最少 結果贏了 結果2004年 十多 十多你說 你看 我以前民調也要二十幾% 連送鋼合的時候 你會計算幾%嗎 七十幾% 七十幾% 他說拚拚拚拚拚拚 我也是贏 所以如果你要看這個民調 這樣看起來 他還贏不夠多 所以我說 他說這種民調都是心理治療 我正經就說過了 其實你仔細給他分析 其實很有道理 你如果說 你剛才拿那兩間報道這樣做 馬營金現在的支持度大就破百了 每天都很強 你一直都去都不能落下 早就超過百分之百 為什麼要說 他如果沒什麼翻譯 他就會落下 為什麼要說是心理治療 其實可以反映 藍軍跟藍色媒體的心態 我們來看 馬營金被起訴那一天 其實就一般的人的看法 正常人的看法 這個對你的選舉是利空 所以他第二天趕快做一個民調 民調上升百分之十幾 然後馬王沛破局的時候 其實就選舉來講 也是利空 可是他第二天趕快做一個民調 馬王沛破局 反而增加 民調又上升 所以心臟就要黏下去 更快強行症 更快做 像昨天公布蕭萬長 蕭萬長說實在沒有什麼心意 大家對這個人 因為差不多大多數人都賣 所以照理說應該不會增加 但是他為了再打一劑強行症 所以今天趕快做 又增加 一定都增加去 所以馬營金每次只要發生不好的事情 你第二天來看 我們 我們馬上做民調 你注意把他研判 他只要發現不好的事情 第二天那個民調一定 絕對是上升的 其實我很期待 明天有一間媒體 或是說一間議長媒體 寫一個標題說 國民黨是一個挺貪腐的政黨 為什麼這樣說 我記得那邊總統 無數人婦人國務基調會被起訴的 隔壁都有民進黨開擴大宗職會 達成一個共識說全黨支持總統 對不對 支持他去上訴去開庭幹什麼 結果很多媒體就罵說 這個政黨挺貪腐 這個沒效 我希望明天也有媒體說 國民黨這個政黨沒效 挺貪腐 因為你已經連一個那種 黑金 納黑金的條款 都可以鼓掌通過 這個黨還有什麼希望 對 其實我們會說 這是文宣式的民調 你今天開這個全國黨代表大會 我早上給你做兩個民調說 你會選得贏 那當然四七會非常好 還有人敢在這個牌條完 要修的時候站出來說 不行 這對國民黨不好嗎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壓力有多大 為什麼國民黨內 不會有所謂改革派出來 因為很簡單 大家都說我們會贏 你這時候還出來講這個話 我覺得這個民調反而是誤解 誤導了國民黨的方向 其實前面講得很好 就是說馬英九被起訴 為什麼你民調做他高 不要忘記了 今天為什麼要去修這個牌黑條款 是因為馬英九被起訴 那是個危機 今天你國民黨 為什麼會有所謂反貪腐政黨的 貪腐政黨的這個民生 為什麼要去修這個東西 原因很簡單 因為馬英九被起訴 這個事情的影響 對後面影響多大 馬王沛破局 今天連戰不斷在講王精明好 可是問題就大家都很清楚 王精明的勢力 不可能支持你馬英九 這對國民黨影響有多大 可是今天都沒有 今天都不是討論的重點 討論的重點是 馬英九一定會贏 因為民調贏那麼多 不過這我倒覺得綠營 要小心 這民調做那麼高 到時候萬一真的贏了 然後國民黨又 又開始 不是抗議而已 開始向法院控告 當選無效的時候 如果遇到法官 為什麼 又拿出一堆民調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財政策